大家好,我是Dan 成为K-pop idol歌手有很多种方法 可以参加征选赛 可以发自己的demo到竞技公司 也可以通过人脉进入公司 我叔叔姓大名嘿 我帮你说说 但是还有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方法就是 在街上被星探发掘 这不只是颜值一定要高 连运气也要非常好 所以今天就准备了一下 在街上被星探发掘的34位 脸蛋天才idol们 今天没有提到的idol们 很可能就在之前的影片里提到过了 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 第1 Super Junior It 17岁的It 自己一个人逛市玩阿姑城东的时候 被星探发掘了 第2 苏妞世代苏永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在校门口一次 跟妈妈去东大门的时候一次 之后又在街上一次 前后三次被SM的星探发掘 命中注定成为苏妞世代的成员了 第3 2PM Nikun 在美国留学当时 跟韩国朋友一起去LA寒然庆典的时候 被JYP星探发掘了 第4 苏妞世代借西卡 2000年 SM的星探在乐天百货发现了Kristal后 去找了他的武器 结果发现到站在旁边的杰西卡 就顺手发掘了 第5 New East New East成员当中 除了阿伦 圈圆都是在街上被星探发掘 第6 Impiniti Air Air被武林娱乐的星探发掘后 参加了征选赛 而在那个时候 公司代表被Air说到父母后流泪的样子感动 就决定欠了他 第7 Lokate Punch 永永 永被去别的学校观看征选赛的星探发掘 参加武林的征选赛后成为了练习生 第8 Seventeen除了无忌 无恶努 土阳三位成员之外 全员都是在街上被星探发掘 第9 Stray Kids 兄弟 曾经跟妈妈一起逛街的时候 收到了JYP星探的名片 一开始有怀疑会不会是诈骗 但是在网上搜到了名片上的名字后 才相信了是真的 第10 NCT前面 在做志愿活动的时候 被SM的星探发掘 但是一开始前面以为是保险公司 所以就投掉了 但是听妈妈说 SM是好公司之后 就决定成为练习生了 身为Agassi的旅监 中学时期 在K7的粉丝见面会 被JYP的星探发掘了 第12 一级余娜 2015年 跟亲姐姐参加KBS卡与特出街的时候 被在现场的JYP星探发掘了 第13 TREASURE 云杰尔 云杰尔是TREASURE成员当中 唯一在街上被星探发掘的成员 不只是Y级娱乐 云杰尔也被SM JYP BigHit PlayDisk Cube 月华 吴林等的星探发掘过 第14 Niju Mihi 公开声明自己是TWICE粉丝的女主成员Mihi 在2018年 TWICE神户演唱会现场 被JYP的星探发掘了 15 Crabity聪明 中学三年级的时候 从学校正门放学回家的路上 被Starship的星探发掘了 16 Ig1 Changwon Young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在姐姐的中学毕业典礼 被星探发掘了 17 Tomorrow by Together Tomorrow by Together除了Subi 薰金凯之外的三位成员 都是在街上被星探发掘后 成为BHit的练习生了 18 Kimutsu 本来梦想是咖啡师的Kimutsu 在高中时期打鼓发传单的时候 被星探发掘了 19 Cut7 Chibi 在参加B-Boy大会的时候 Chibi在厕所被JYP的星探发掘了 20 TWICE SANA 中学三年级的SANA 跟朋友一起逛街的时候 被JYP的星探发掘 之后参加了JYP的全球征选赛 一次通过成为JYP娱乐的练习生了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这辈子没希望了 我们下支影片